1001夜,连续14天收视率冠军,网友,关键是剧情 1001夜,连续14天收视率冠军,网友,关键是剧情 近日,由邓论和热巴主演的电视剧《一千收视率》在上高峰,花样夫妇的花式温爱,让人目瞪口呆 这部剧从一开始就被受大家的关注,并且在刚开播的时候就创下了全网收视率第一的好成绩 连大秘密的扶摇兜的给胖迪让路,在这不得不给大秘密的眼光点个赞了,一千也已经联系夺冠14天 甚至连跑男这样的综艺大节目都比不过热巴的一千 说白了,这部电视剧也就是一部脑洞大开的一部剧作,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呢? 1. 男女主角 说起着吧,这两年可是数一数二的人气小花旦 不管是他演的神精致的大明星高文还是可爱有一起小狐狸凤九一或者是他参加的综艺节目跑男团都给他增加了不少的人气 而且他顶替Baby参加跑男团后因为和陆寒组成的陆地CP,更是让他红了又红 因为Baby的回归,他的退出,也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话题量,关注度自然很高 至于男主,在欢乐送中的谢彤,在楚桥中的花花小王子,都让他颇受欢迎 而他和李沁的绯闻,更是为这部剧增加了一定的关注度 二,争议性 对于热巴的老板大秘密,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基本上大秘密出演的每部电视剧,都会是当下的热门 而大秘密最近的芯片《扶摇》却输给了热巴的一千 但是热巴在该剧中的傻白甜形象,却不太符合热巴的演技 热巴略显芝嫩的演技,却靠自己独特的颜值,带费了整部剧 小编觉得,大秘密尔在一人签约后,时不时的给补充电能量了 让他们可以充充电,不然这样下去,很容易被out的 3.剧情 该剧的剧情是一部很无厘头的粉嫩玛丽苏的情节 小编相信,从这部剧开播到现在,所有追剧的人,基本上全程脸部都是一个表情 像这种全程高能的爱情狗粮,让不少人看得脸红些笑 而007从现实生活中的暗恋,到梦境中的保护,再到现实中的正式在一起 这种童话版的故事,相信也让不少网友都有了一种想要谈恋爱的感觉 而自己心目中那种最初的激动,也在这部剧的跳逗下苏醒了 4.对比性 该剧的病道,正赶上了世界杯,在世界杯的影响下,还创造出如此高的收视率 可见该剧有多受欢迎了,但是相比较之下,大秘密的扶摇,爽妹子的《为了你》等等 都受到了不肖的影响,而且该剧还犹如一匹黑马,收视率联系十四天的第一 而且,该剧的收视率还打败了跑男嘉年华 要知道最后这期嘉年华可是请来了很多的助阵嘉宾 就连JJ这种音乐大咖都来了,但依旧挽救不了跑男输给一千的败局 对于该剧的收视长红,大家都是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人觉得是因为男女主人公的人气,有人觉得是因为该剧的争议性 也有人觉得是该剧剧情独一无二才红的,小编却觉得是多方面的原因 这四点都是该剧能火的关键,看来热巴要成为大秘密 赢宝之后的又一收视女王了 对于该剧能场居收视第一的原因,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迪丽热巴的贵人是谁? 这个90后新疆美女凭什么一飞冲天? 短短几年间,迪丽热巴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逆袭成大牌影星之列 而且,她是那么的年轻,出生于1992年 在90后女演员群体中,像她这样一飞冲天的,并不多见,可以称之为凤毛连角 娱乐圈里,虽然容易得名,获利,但是,竞争格外激烈 迪丽热巴为什么能够迅速成功? 本文作者,南京作家,策划师雷转陶分析认为 迪丽热巴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 她的贵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幂 假设没有杨幂的扶持和帮助,刚刚出道的迪丽热巴不可能在娱乐圈脱颖而出 这一点,如同小沈阳遇到赵本山,曹云天遇到郭德纲一样 几年前,迪丽热巴没有出名,观众哪里知道她是谁呢? 她和杨幂结成了闺蜜,立即就不一样了 迪丽热巴的优势体现在,出生于艺术世家,父亲是歌手 她从小练过舞蹈、钢琴、小提琴、吉他等,又是新疆人 长大后当过舞蹈演员,而且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这样的功底,具有当与明星的前置 迪丽热巴的成长经历,与佟丽亚有许多相似之处 佟丽亚能成名,她也能成名 这应该是她的自信之处 从颜值上说,她有着水淋淋的大眼睛,高挺的鼻梁和精致的瓜子脸 肤白帽美大长腿,这样一个新疆美女,无论走到哪儿,都很能吸睛 杨米之所以看中小自己六岁的迪丽热巴 除了上述的几点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大秘密演员优则创 要创业,要当老板,干的是老本行,开的是工作室 需要把新链包装成明星,这样,她就可以坐在家里收钱 于是,迪丽热巴进入杨米的视线,大秘密于2013年3月31日成立工作室 就把迪丽热巴吸收进了工作室,成了自己膝下的一名女艺人 有了杨米这位老板和闺蜜,迪丽热巴的视野就从过去的骑自行车 发展到坐高铁,乘飞机了 在古装仙霞爱情剧《古剑奇谈》,都市青春王剧《微时代》,古装励志传奇剧《班输传奇》,商界爱情剧《克拉恋人》,古装剧《美人制造》,都市青春王剧《微时代》,古装励志传奇剧《班输传奇》,商界爱情剧《克拉恋人》,古装剧《美人制造》,都市《美人制造》, 都市校园奇幻剧《逆光之恋》,《现代都市商战剧爱的阶梯》等电视剧中,她表现出色,既给杨米工作时争得了面子,又挣到了票子 迪丽热巴的快速成功,验证了《异弱盛开》,《清风自来》这句励志语 她一直在努力,从董事之日起就开始用功了,让自己的才艺越来越厉害 与其说她是短短几年就成名,不如说她打拼了二十多年 当然,杨米的出现,让迪丽热巴走上了一条捷径,避免了走温度